今天头条焦点要带您关心的是政治方面的消息 被誉为是民主斗士的前民进党党主席施明德 他在今天凌晨因为肝癌病逝了 享受83岁 而总统蔡英文前一天其实还曾经去探视他的病情 今天收到了离世的消息也感到哀伤不舍 另外媒体人陈文茜则是发文写下施明德两个月前的遗言 他说他看到了身边站着黑衣人 明白自己时间已经到了 希望可以帮他照顾两位女儿 另外他曾经发起刀扁运动主角陈水扁前总统 他也发文说先知总是寂寞的 说他是一代的枭雄 另外他的两位女儿则是发文表示 说父亲没有忌日只有生日 因为今天同时也是施明德的生日 说他一生捍卫的精神跟价值 只会不断的诞生 常常久久茁壮 2018年12月10号 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发表回忆录 细数政治牢狱 血泪历史 止不住泪水 但眼神坚定 身体看起来相当硬朗 却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2024年1月15号 在他生日这一天凌晨 施明德不敌沉默杀手肝癌 在台北荣纵病逝 施明德享受83岁 遗体5点多已送离医院 媒体人陈文献在脸书发文 说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是两个月前 还说他昏倒 在醒来后用电话交代了遗言 施明德说我是天主的仆人 我倒下去的时候 看到身边站着黑衣人 我明白自己的时间到了 天主要把握节奏 你要帮我照顾小板和佳佳 也就是他的女儿施迦和施蜜娜 两位女儿也透过施明德 脸书发文 说爸爸不管在此案或彼岸 都不曾孤单 每一年1月15日 父亲总是会对 深爱他的人们道别 把每一次的生日 当作是最后一次 现在才懂得 这是爸爸多么体贴 温柔的 充满爱的表现 我们没有遗憾 只有完整的完美的爱 他没有继日 只有生日 他一生所捍卫的精神和价值 只会不断地 在我们的世界里诞生 常常久久的茁壮 赶快对国家 对社会要负责的 你毕竟还是执政党 新系政治曾在2018年 给予绿营忠告 但也因为身体因素 逐渐淡出政坛 总统蔡英文前一天 才去探视病情 没想到隔天 失明得救 与世长辞 他毕生奉献给政治 也成了台湾民主的缩影 华世新闻 华欧天长缓圈台北报导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英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